李美保 雙和色派遣的李美保 大家好 我是雙和色派遣的李美保 我是去法國當交換學生 我的城市是在李洋的寡室人望之底 李洋的附近 李洋附近不會很遠 名字叫做安息 安息其實離日內往更近 只要20分鐘的車程 所以我當初是禮台日內往 然後 因為今天10分鐘嘛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5分鐘 5分鐘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重點就好了 好 這是什麼 但是 第一年真的是過得很精彩 然後先講就是學校方便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看運氣 因為我覺得學校是 我有我住的地方 安息是一個好城市有三樓 然後沒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我會大戰的風景 然後就是我去的學校就是 就是我們接待社覺得說是 那個市中是最好的學校 然後最好並不是像 建宗北伊阿庫中這樣很好 他其實只是因為是有錢人去的學校 然後而且又是因為有錢人 所以裡面的人其實都很 就是蠻高傲 我就覺得我是有錢人這樣 然後我剛去的時候 就是我是跟一個美國的交換學生 我們兩個是一起換 我有三個通交 一起交換 然後我們兩個是一同班 然後剛去的時候第一天 最誇張的是 我一天到學校的時候下巴在底下 因為他們的女 因為法國人 就是外國人要穿制服 我們都知道 可是法國的女生 就是每個日花枝招展 然後那種選美一樣 就是裝化跟新娘一樣 然後衣服穿得超裹 前面拍後下面眼短這樣 然後那種就是大傻眼 然後我會想說 好一開始我不太會講法文 然後我就是只好任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好吧 就是我看看會不會有人來跟我講話 結果都沒有 因為他們其實都是蠻 就是感覺複高 而且我又是亞洲人 他們看我就覺得 你長得怪怪的這樣 然後我就是後來我就想 那我真的後來慢慢的 我開始我講法文以後 我就覺得說 只要你這樣主動啊 你可以等人家來過來呢 我就會主動過去跟他們講話 可是過去都只有 嗨妳好啊 妳週末會有怎麼樣啊 喔不錯啊 我去哪裡哪裡 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我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然後我會主動去邀請他們 去做一些事情 可是他們都是一樣的反應 那我就覺得說 好吧那我不需要外國人了 就學校方面是這個問題 然後就是過去年期真的很輕鬆 就是我又沒有在寫作業 然後課程也都很簡單 就是會簡單到請睡覺 就是其實過去年其實算蠻懶的 然後第二個是 烘家方面 我有三個烘家 然後就是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可是第一個烘家 就是溝通上有一點問題 所以我要跟就是 0910要出去的 周圍奧棒的人講說 就是一定要溝通 然後就是 而且你要隨著自己去解決問題 因為像我是讀生女 你說我出國前的時候 我爸媽就是我要問題 我爸媽就會幫我參與 可是我現在出去了 法國離台灣 雖然是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路快上 可是那麼遙遠 然後打電話就拿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我就是 就是要自己學著解決問題 就是 要溝通 然後要自己練習 就是解決問題 然後就是 我的接待社是 蠻 照理說就是法國人 就是很隨性這樣子 然後我的接待社就是這樣 非常的隨性 然後我跟我也是超級隨性 然後那一天就是非常懶散 就是跟他講什麼 就是我之前開始有問題 他開始有問題跟他溝通 他就說好 那我幫你想這個解決方法 他講一大堆漏漏的 最後沒有做到任何一點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就變成說 就也是你感謝他 所以我現在都會去 一有問題 我就會想辦法跟自己解決 這樣不行的話 我再去溝通 然後我覺得 就是 剛這個就是 實際步驟嘛 所以我就跟 這些奧棒人講說 你出國以後 你如果是去 非英語系的國家 要學當地語言的話 就請你不要講英文 然後像我都會主動 跟同家講說 不要講英文 所以這樣的話你覺得 就會進步很多 然後就是 在你出國前 現在快要出去了嘛 就快要翅膀長硬了嘛 好好跟家人相處 因為你出國以後 就會發現家人其實是最重要的 你出去以後想的都是家人 沒有騙人 然後 去法國的小親 回來也就變這樣 扣子扣不起 謝謝